台北市長柯文哲 堪稱2020總統大選最大變數的 台北市長柯文哲 究竟要不要跳出來參選 或是與其他勢力結合 雖然時間越來越緊迫 但柯文哲週五受訪 態度還是很淡定 8月是不是要宣布了 沒有這個計畫 我就覺得很奇怪 到底是我們有做了什麼事情嗎 也沒有啊 每天都在放來放去而已啊 話說回來 有消息傳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萬一在國民黨初選落敗 可能會尋求和柯文哲合作 甚至不排除脫黨 祖郭柯沛參選 柯文哲週五回應這個問題 顯然也有所保留 脫黨 每一個消息聽起來都很聳動 他說他也可以跟第三勢力來合作 第三勢力很多人啊 等事情發生再煩惱啊 每天都 為什麼對那個不確定的事情 每天在那裡浪費精神 可是他對郭柯沛留下彈性 那你這邊會留下彈性嗎 什麼叫彈性啊 好啦 市長 不管你要不要選總統 或是跟誰配都好 千萬別再每天這樣晃了晃去啦 等對手出現前 還不如把台北市政先做好 要不然市民都要哭哭啦 來爆料每月有賞六十萬 已經錄用現報一千 照片一千 影片兩千 每週點擊率冠軍獎十萬 月冠軍再賞二十萬 你敢爆料我敢給錢